晚狂澜于祭岛 福大厦之江青 一带见宽中不悔 卫一思德人憔悴 莫然回首灯火栏山处 拜祭总统三点这一面 你说出来 我说这个三点 首先就是弱势似乎以无意 因为这是你总统的承诺 美国这个法治所谓是最长诚信的 最长的诚信 用契约的承诺来 你做一个大部份的 在这个G20会议上 这个好巴黎岛会议上 你在世界那里 你做出这个美国中的 做出这个这个 思乎一无意 你做思乎一无意的承诺 然后兑现 你不兑现的话 全世界都看得平 你和思习无意 你将思习无意的承诺 对吧 对吧 啊 听起言 关起行命啊 所以 言而无意信 不知其可 所以这个就为了美国 你拜承总统 为了你这一切 政府你要说话要兑现 我们不是其他的 其他的都不说 海海危机啊 经济危机啊 这个是 这是美国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对吧 你首先你要兑现 中美这个 这个思乎一无意是针对于中美关系来的 中美关系现在是影响世界 整个影响世界核举 未来也影响了美国这个 切身利益的走向 这个冷战还是要争热战 还是什么 我们要制止这个 防止这个热战的话 那不 防止脱钩的话 那么首先问题 你要解开一个 去 这个know how 这个关键什么 就是兑现承诺 这个是 这个就像一个共识一样 你没有兑现承诺 你一切东西都拿不到 这个曲线 你没有 你再合作 你再什么 再合作 再承诺 再违约 你说一道做一道 谁跟你合作 我们做生意就 这个是怎样的 你国家与国家之间 一定要保持一个识 诚信在那里面 我这个呢 就是 针对这个问题 这问题就带你 失戏了 就针对问题呢 讲着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问题 就是事物与无意 我们现在抓 别人都不错 你就把那个一件事能做好 未来的这件事能做好 做好了 这个问题 整个这个中美关系就搞好了 还有问题就解决了 就不会打仗 那么就会 就会和平解决 你做不到这一点 还有问题就是台海危机 就会逼着你 从冷战 走向热战 好 台湾这两千三百万 两千三百万人 就会变成一个带人的宝贵 就和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 你知道牺牲一半也好 牺牲几百万也好 你让这些被将来可能牺牲了来 你把他们变成一种 人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武器 民主和共和的武器 你把他们统计了 它就是他们这些武器 将来如果在这个大陆这个 国家统计以后 他们就是实际上 我们说的用子弹机的话 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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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是反攻大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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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击队 对吧 那么 他就是 这个什么 专制的一个 绝武人 你从这个反面来讲 我们讲的 你 你不是说 习近平是个 专制吗 你专制 你需要反对 才是专制吗 你就要靠谁来反制 你如果靠武力 战争来反制 你就要 就像那个 俄罗斯的 那个 普京的专制 你用 乌克兰的战争 牺牲这么多人 你也没有把他的专制给打过 那你把这两千三百万台湾人变成 就是中华民国内部的矛盾 这个问题不止 这个人的力量是发挥的 人每一个人都是那个 那个 人子弹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一个战斗豪磊 你这样的话 你解决问题就把 把那个本来这些战场 那个动作 你就变成了战场 变成了一个武器 把人作为 看同一个是武器 是普京 你美国那个 民主而复合 把人家这个自由的这么 宣扬这么一个战斗的武器 这个 这个就是 转换一种观念 但是问题 台湾的问题是在哪里的 台湾问题是在于他自己 不认识到自己 没有准确的地域 台湾就 台湾那个代表 从 从马英九 从马英九到蔡英文 没有主权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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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肯受的主权 所以 这个 这个 台湾那个总统呢 这个是个虚的 是自己给自己自封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台湾人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台湾老百姓不知道 因为这个 这个选举我们选举 这个民主国家选举 这个自己的这个总统 有权的 自己选择 主权战兵 但是 要用谁来授呢 这个主权是由联合国来授的 这 至少 至少美国要承认了 美国都不承认你 台湾那个 自己当局 是代表 非中华民国 非政府 非官方的代表 所以说 这不是自己打脸自己吗 自己在这 自己那个 黄帝的新银一样 你自己没穿 没有衣服可穿 你还自己把自己 标榜回中华民国中共 所以可笑的 就是2024年的 这样的选举 你说这个可笑不可笑 这个像一个闹剧 闹剧一样 自己就没有这个 没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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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这个 你可以 这个 啊 继 你要幫助台灣認識到 你站得高一點 你站在美國就比較接近 台灣人是聽美國話的 你美國說台灣現在沒有主權定位 他就說沒有主權定位 他就知道這個輕重了 否則他為自己的主權 流血犧牲 探偽真理都不怕 所以就不要去做無謂的犧牲 與其這樣的犧牲 不如學點東西 做點生意 化乾淨的威力 將來在這個土地過程以後 你發揮你的民主思想認識就好 你可以解決 你在中華人民國的技術上 你把軍事矛盾變成了思想意識的武器 就是工心的武器 你要台灣人變成一個 每一個人變成一個宣傳民主 宣傳自由 宣傳法 把這種一個工具 這就是短換思維 另去習近了 這是第一 第二個 針對目標 你針對這個 事故一無一 事故好戲聯談 事故一無一 第二步是好戲聯談 你針對這個呢 然後選擇途徑 你針對目標選擇途徑 途徑 途徑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 從台灣關係法 告訴台灣 正確理解台灣關係法 正確理解台灣關係法 這就告訴台灣 理解台灣 台灣不是個祖傳國家 台灣沒有祖權資格 兩個人談判 沒有 主權問題 不可以談判 你只有把這個問題 確定了 它不能 沒有資格 它那個主權問題 那麼好 沒有資格 你像中國大陸來講 它會用 中國大陸沒那個能力 要從本 用軍事力量 取得解放台灣的生命 你要從法律上來講 它 大陸說服不了 才能感受到它 才能感受到它 只有美國 才能 有這次看不見的時候 才能影響到 這個這個 你這次事故一無一 才能好戲聯談 才能把這個問題 引擎而起 這是美國的那個 know how 美國的作用 這看不見手的作用 而這個作用呢 中國大陸不說 中國大陸呢 說的是呢 中國問題 有能力 有信心 能解決 台灣問題 實際上 四十年 為什麼沒解決 對 政策的錯誤 它以為用 和平統一 這個方法 和平的方法 來解決 主權的爭議問題 台灣不承認 台灣認為它 就是主權 它又認為是主權 你認為它沒有主權 它認為它也有主權 這個就是個政治對立 這個變成軍事對立 它有軍隊啊 有軍隊就會發生戰爭啊 有軍隊就有軍隊的衝突啊 這個就是戰爭的來源 但是它這個 這個 這個 大陸 又 進行聯合國協議 它是合理 合法的戰爭 而台灣 用這個戰爭 來奪取 分裂這個國家 分裂這個 中華民國 它這個權利 是非法的權利 就是戰爭 有合法的戰爭 有非法戰爭 台灣就是 非法的戰爭 這個戰爭法 你違反聯合國協議 你要發動 這個戰爭 你不管你是首方一樣 軍方一樣 你這個多不合法 從法律上來講 你是被動的 你不 你沒有主權 你要去 要去爭那個主權 你因為 你政治上爭取不到 你想用軍事來爭取 這個沒錯 台灣怎麼能爭取主權呢 因為台灣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主權 是十四億中國人民的主權 你要三萬兩千三百萬的人民主權 你要和大陸十四億中國人去對話 去說過他們 這個人民主權 主權可以決定國家 國家主權 那你不是決定國家 因為主權國家已經決定了 那個二星國家已經承認 連中華人民共和政府 就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政府 就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法政府 那你只能改變這個 你社會的 大家這個 大家這個 大家的認同 對國家的認同 對國家的認同 對國家制度的認同 你比如說共產主義 跟著社會主義的認同 消滅事務制的認同 那你不認同 它消滅事務制 那你保留事務制 那麼你保留事務制 那麼現在 這個可以的情況 這個就是意識形態 那麼 那麼就可能 可能會發生轉變 所以實際上 我們現在 世界上的 現在所有的國家 都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 這個標準 還好 現在這個 對公有制也好 私有制也好 完完全全來說 這個東西 是不完全的社會主義 這個理論還沒有到那個實踐性 所以實踐證明 共產主義的理論來講 現在目前是不強烈 不存在 因為 家庭 這個首先 這個國家制度 國家就是最大的 對不對 那麼 家庭也是個資本主義 這個最小的單位 對吧 天下為家 天下為公 天下為國家 這個 這個 都是自分主義 這個呢 就幾個 政務主義呢 就是民工有制 有全民所有制 有民族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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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務主義 各 各 企業 就 家庭 然後 第三個呢 就是 針對 途徑 找對副 你這個對副怎麼辦呢 剛才我們就說了對副 你要想讓台灣人接收這個 而無條件接收聯合國憲章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你接收吧 台灣沒問題 大陸有沒有問題 大陸有問題 那是說服大陸的 對策就說服大陸 大陸就告訴他們 聯合國憲章 還是中華民國 這樣你用事實來告訴他們 實踐來告訴他們 法律來告訴他們 這個是聯合國的 這個叫什麼 法律保留原則 另外還有一個叫 同一性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叫同一性 因為非經安理會的討論 這個不能更改 這個 這個 並出這個 既存的 這個 聯合國的互聯 這個憲章 這個憲章 Cart Cart 我們知道嗎 這個憲章 所以呢 你 你只有這樣 用法治的 理性的東西 來說服 這就是對策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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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的這個政權 中國 中國 政府的領導人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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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 還有 政治協調王 一個王國民 你要幫助他們 你 因為 你要站在聯合國的角度上看 就能看到他這個理論上的不完整 不完整 不完整就在形容上 台灣也是不完整 嗯 怎麼樣 因為理論上不完整 對吧 不成熟 所以 到橫上 正式上的一個 一個 一個落差 一個電磁的落差 嗯 這個就是我們就發現的問題 對 對 是不 是不 用力的問題 在哪裡 對吧 對吧 怎麼改變的 改變這個問題 改變這個問題 任批施定 因為施定是怎麼施定呢 把 把 把這種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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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為一種 的 縮理的方法 國家主權的方法 另外 就是 就 韓派的方法 革命的方法 但是革命的方法 你這有個基礎啊 有了 有一個 標準啊 這個標準化是什麼 聯合國憲章呢 二十五啊 決議嘛 就 尊著 一宗三公報嘛 那個 台灣關係法嘛 這個 我看那個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美關係 在震州 對台灣這個 定性的問題 就 定名指歌 這一句話 就 決定了台灣的命令 這個名字叫 中華民國 台灣是非 中華民國 非政府 非官方 這麼一個 一個 地區的 一個 一個 trainings 自己當局 所以台灣在革命談判的過程當中 沒有主權不可以談 它沒有權利談主權問題 你把這個問題概念 定義 標準 弄清楚了 台灣自然而在做 台獨就收斂了 台灣就不會打仗了 這個問題就可以用人民 就是中華民國人民內部矛盾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叫制定憲法 全國統一以後 制定憲法 你拜登呢 你從這個角度上 你就公在當代 內在千秋 或者說 內在當代 公在全球 你就是在這個制定這四年當中 你唯一的一件真正做成功的事 就是四無一無一 如果你做不成 你又說的這麼大話 又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都在展現反來無去的說這個生命無裂 你又沒有對線 這個問題就算無能 不再說你拜登不能 說你美國民主黨不能 說你美國這個政府不能 自己不懂規矩 自己說話不算錯 這個你就是在給美國民主黨丟臉 你也在給美國人民丟臉 給美國這個法治丟臉 給美國製造 製造連恩戶這個工具的羅斯福總統丟臉 給這個布魯門總統丟臉 給這個 所有就過去的 一系列的歷史上的人物都丟臉 因為你自己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原則性在哪裡 原則性就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國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非中華民國 非政府 非官方的一個代表 簡單說 這個概念就這麼清楚 兩個人追究同意 就把那些事情跟美國 這是美國的國家的概念 一個國家不允許分裂 一個國家的人民 人人平常 不能搞 台湾一套 搞這個大陸一套 如果人民一搞 就搞成烏克蘭和俄羅斯一樣 搞成分裂 一分沒二 就等於 一國兩制就等於一分沒二 把中華民國分成兩個地區 這個地區就會產生 就會生變 只要不要兩年 一年半就會 一年半兩年半 這個 它就有 它有地區它就有自己的 叫自領權 自領權 它可以把日本引進來 美國軍隊引進來 結果這個樣子 勞頓就衝刺了 就跟北歐東克一樣 烏克蘭就把這些 支持台灣民粹的勢力引進來 這個戰鬥就會把全世界 脫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 中國不能夠搞這個 一回兩制 但是這一點 中國意識不到 中國共產黨意識不到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還在牽涉地 我也沒辦法去說服中國 因為我將在外 不優先 我們沒有辦法來說 也沒有辦法來 糾正它這個 消費事務制 共產黨 共產主義 共產黨先來做消費事務制 就強要接這種 也沒辦法相談 因為我們在這裡 對這個問題呢 產生了質疑 反思 就是 感覺在這個東西的理論上 不完善不自洽 改成 如果共產黨改成共和 那就對了 共和的話呢 一個字就差 共和呢 就是大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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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權力分配啊 大家這個矛盾是 人民內部矛盾 就不要把一個搞成 階級的矛盾 把一個人民內部 變成了階級的 階級的 階級鬥爭 不斷的鬥爭 來 鬥爭去 這個 革命來 這個 你出發我 我出發你 這個 就變成了社會 動盪 我跟你講 造反 又 馬克思同意 說造反 有理啊 階級鬥爭啊 那這個 這個東西都是 涉入不穩定的 一個因素 所以說 我剛才講 三個 一個是 針對問題 確定 確定那個 目標 目標的 那個 這個 這個 第二個 我就要 把 四公一無益 落實到 落實了 講話 就講 誠信 我針對這個誠信 我都用到 選擇 逐境 逐境什麼 我落實的行動是什麼 Action是什麼 Action就是 我 說服台灣 接收 聯合國 無條件接收 聯合國憲章 的原則 就是中華民國 無條件接收 2758號決議 你不接收也沒辦法 你打不出來2758號決議 你打不出來主權的 台灣 你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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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的國 腳內 腳所一樣 你把你腳略死 你如果不想死 你就把自己保存生命 你將來這個大陸 在土地過程中 土地過程後 你用你的影響力 你用你的生產力 你用你的理論 去收復大陸 去搞民主 搞憲政 對吧 去修了 找民主解放的道路 對不對 這個就是 這是你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 福建 然後找對測 對測 對測 現在的現行對測 現在就是 化干格為一國 你美國只要是 除了這一點 美中關係就變得好了 美國 中國就會給你 你需要錢就可以給你提供錢 基隆危機就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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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美國還有幾個大的問題 因為我剛才說 美國的一個是一個 製造業 流失空心 製造業空心化 那麼這個叫缺什麼苦什麼 跟中國的談 我們一起來搞基礎建設 對吧 大陸非常強項 它對基礎建設非常有信心 不但願意給你 比如發展的摩擦貸款 有一個也幫助美國來 建設這個道路 建設機場 建設設施 特別是一些製造業 傳播啊 幹什麼 這些都需要重新來剝套 這個大陸就是最強項 你這個強項聯合一中是 美國這個就是 美國的生產力就解放了 我們叫解放生產力 你把那個生產關係解放了 這個生產力 這個科學技術也解放了 大家就把這個 從我們的第三代 如何用這個 IT 人工智能 使用法治來監督 這社會的製造 維持社會的穩定 那是美國的 既然那個使製造業 公布起來就有了錢了 在2016年 我給趙昌居寫的封信 希望趙昌居和巴爾金國港 建立這個友好城市 包括馬里蘭的巴爾中國港 搞一個像深圳港一樣開發一個國際港 中國出錢 出人類 出紀念 一起搞一個中美時間的交流專門港 然後借這是2016年我給趙商軍 趙商軍那個當時他的中美官員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而我當時不認識那個家庭的家庭 巴爾定文的市場 貝洛西 貝洛西是什麼青年史 我如果當時認識他 那我就可以跟他來談這個事情 但是由於不認識 不瞭解 貿然貌似這個地方 我只有通過中國這個方面 中國商軍又沒有這個資源 或者資源 所以就接不上錢 接不上鉤 那麼我在哪一年 我在哪一年 就在前年 我跟那個富洛里達州的 就哪天叫三個世界 三個世界談那個 談那個南方 就叫做這個大 加勒比海開發區 搞一個中美合作的 加勒比海的開發區 定義開發區 這個是共和黨 南方那個黨 進行合作 把移民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那個生產 移民的要求也不高 對不對 工資低一點也沒關係 然後就是這些蒙民工一樣 對吧 他還挺喜歡 然後把他們培養 把這個進行些 製造業的加工 包括原來原始工業 傳統工業 把這個集中化 現代化 把那個流失的那些製造業 在部分的製造 製鞋啊 製車 製衣啊 什麼的 拉回來 就至少來部分 和相當一部分的 滿足於美國 和這個美國周邊的國家 南美國國家 這個加勒比 加勒比地區這個需要 這個是多些人 先滿足嘛 然後再提幫 這是我的建議啊 這是我所作所來 我為什麼說三大實踐出真知呢 為什麼不是在那裡 就像那個政協主席王國民那樣 因為王國民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他就空格 空格就是 就像那個世界廳一樣 他賣嘴皮子的 工程理論家 而我們的實踐 我們就要搞 搞特區 搞特區建設 就要搞這個 但是 不同國家 根據不同的地區呢 找這個生產的 這個 不叫三來一股 就叫做產業回流 對這個 對 優越強強聯合 我們就叫做優勢不保 產業結合 資本重組 資本重組 叫做資本重組 叫做招商引資 這個樣子 我們就是 這個就是我跟你去算 對策 你看我 我剛才談了一個 目標 根據問題 找目標 根據目標 找途徑 根據途徑 找對策 這個問題 我就 我就把這個問題 簡單地談到這 我做了哪些工作 比如說 我今天 剛才上午 就說了 2010年 我2007年 來到美國 我做了第一件事 參加了 馬里安大學 11月18號 11月18號呢 為什麼呢 全球華人 和平統一 衝擊大會 我在那個會場 八年了 我就 把我 作為台灣人 這個 一個代表 發言 我說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第一 現在和平統一的 這個定義 環境不存在 兩岸現在是 解放戰爭式 這個狀態 內戰狀態 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解放 解放 這個 國共戰爭 內戰狀態 現在還沒有停止 戰爭沒有停止 現在處理 現在要 知識對治也好 你 維大國 那個團導 好像也好 還有什麼 你沒有簽訂和平協議 那麼就是處理 戰爭狀態 現在都是 國家處理前 這兩個地區 台灣也認為是 國家統一前 為戰爭狀態 對治戰爭狀態 就是 現在好了 在這麼多年以後 這個中線也撤銷了 現在 這麼大陸又發展起來了 更加 更加 現在 兩岸不是和平以及統一的狀態 是三位統一 但是 又 統一不了 因為 到了 台灣 它有 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主權 在台灣 中國 中華人民共同 又不承認 中華人民共同 就是 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 你不承認你是 中華民國 而這個 國際上 它就是個 中華民國 而中華民國的主權 又給了你 中華民國 人民共同 這是一個互相交錯 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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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犯錯誤 錯誤 錯上加錯誤有個錯誤 陰差陽錯誤錯誤 所以是可以證明的 可以自洽的 是自我矛盾的 自我矛盾的 自我矛盾的 本來是一個很清楚的 台灣沒有 做主權的地位 台灣沒有 談判的 它主權的資格 而你 你大陸這麼有 你腳 你腳昏 就混水摸 自己的基金 漫天過海的事情 是過來了 所以這個問題呢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大陸 大陸沒有認識到 就清理認識到 沒有在理性上 認識解釋到 因為法制概念不清楚 台灣問題呢 它是 揣著明白做的無辱 台灣沒有主權 它自己做的 我自己還有幾個主權 這個政教國 我有主權 我為什麼有一個人 這就是主權嘛 中華民國主權 始終在台灣呢 那麼這個 這個貼紮 就是 自己給自己授權 這個法律想是不允許給自律 就法制的話 是不允許自己給自己授權的 全你來一個 來一個授權的單位 連合國憲章 連合國大會 不是你自封的 不是孫子山授為禮 不是你繼承的 因為你繼承的錢 已經 已經 就被你剝奪了 被 那個我剝奪了 被中央人民 中國 中央人民政府 剝奪了 你難道還需要一個解放戰爭 還需要 抗 抗戰役來 把你打下來嗎 不要到門一步嗎 你自己為什麼不能承認 這個法律這個存在性呢 你不承認 你將來就會 你不承認 你不投降 就滅亡 這個問題 就成為一個便利關於 我剛才說 那個 是 我說 三個 拜登提出三個建議 第一個 新疾研關進行 你必須有實 這個 事故應無益 這個就是你的 定凱神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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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就是說在 中 美中關係 美中台關係 當中的 定凱神針 事不益無益 第二個 好戲演講 這個工作 不是大陸來做台灣的工作 而是 因為大陸做台灣的工作 無效 四十年來 無效 不管是鄧小平也好 江澤民也好 西方的文件好 和鄧小平也好 和鄧小平也好 對台灣來講 兩天上來 等於是 隔靴少養 不理所 一般 就是 人從蛇講 雞從猫講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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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講到一起去 因為 你 但是 台灣聽誰呢 聽日本的 聽美國的 聽日本的 聽美國的 美國日本的 要講到這點上 就 台灣沒有 不是個主權國家 這個 不存在韓飯主權的地位 OK了 台灣知道的 這個 老闆說話 主人說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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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 定 定名子格 為什麼 叫 你名字一確定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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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回到 中國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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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那麼 一定要 去 軍事化 台灣 你 既然是 中國人 你就不能有台軍了 你台軍就必須要 腳跌 就要整邊了 你有的 有 有這個軍隊 就認為你現在還在 內戰狀態 你解放戰爭狀態 你不交槍 那麼 就 就會發生戰狀 就像 烏克蘭一樣 就能發生戰狀 你這個軍隊 必須統一一樣 你 因為 軍隊不統一 就主權不統一 所以鄧小平又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他 他允許 他們 台灣人保留軍隊 你保留軍隊 你保留軍隊 這個就是 這個主權力分裂的 就是主權當中的 所以鄧小平的理論是不完整的 是可以證明的 是吧 你再加上後來這麼多人 這麼多年的發展 就是 只有鄧小平里 鄧小平里 說的 這個叫搞得個人崇拜 王滬寧一直 為什麼說王滬寧 是一個 不打不搏 不搏 不軍不民 因為他就是搞得個人崇拜 就僵化了 僵化了 能不能變了 這個 這個 反正都凡事了 那麼一搞 維新主義 教教主義 就是 維索維上 這就出來了 所以 阻礙了 中國人的統一嘛 第一個人呢 有時候一個 把一個錯誤的人 放在一個錯誤的崗位上 那麼 將來就是一個 最大的問題 這個國家統一的 最大的問題 是王滬寧 現在目前來說 最大的問題 是王滬寧 因為王滬寧的辦法 是統一不了 他是個教條統一 心而善絕 所以我們 一而再再 像是說 這個 魯呢 那個 叫什麼 如果 王滬寧的理論 他不倒 這個 他 國民統一 這個 統一不了 他又站在政協這個位置 所以說這個問題是人的問題 人是把一個錯誤的人 放在一個錯誤的崗位上 他就是最大的問題 第二個好戲 好戲聯台 就是 事故亦無異啊 然後是一個 一國兩制的重新認識啊 你現在台灣和大陸 一國兩制的 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這樣 經歷不犯 經歷不犯 或者 互不利索 這就是 一國兩制的一個根性 這就是物黨物國物軍物民 這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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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癌細胞第三條 我希望拜登在下載之前 我們就是幫助這個團 無向送禮場 為什麼送禮場呢 因為中國和美國之間最大的合作點 是教育 是培養 文化的交流 是文化的合作 這個比借錢更來得好一點 美國的文化和中國的文化各有尖書 中國的歷史文化 還有中資百家這些文化 對中國社會的成長都很一定的幫助 美國的這種求心 求變 求自由 求人權 這個呢 也可以適當地互相地知道一些 如果你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它好辦呢 你不知道 你現在我到了這裡 我不知道這個 美國的社會這個 這個民主的程度和共和的程度 不知道這個 我怎麼能看得到 中國的一些 這麼一比較 就看到中國有些制度上的問題就出來 這個我是站在一個冷靜的思考 然後女性的思考就找不上來 如果在中國 我是自己發生過來 因為只有挑進三界外 不在我心中 然後我才能看 冷靜地看到這個問題 看到這個問題 看到這個問題 不合理性 這個反正的內性 這個鬥中 這個鬥中的學啊 潔潔入線啊 潔潔鬥啊 這都是 這個都是 熄二上學留性的 就是社會主的熄二上學留性 消滅私預制啊 你 當前的消滅私預制 你是限制和發展是 限制市 就可以了 它有示範淘汰 來淘汰激素 但是你人類的擴大階級鬥爭 這個就多了 主要的生產率很大 至少來講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 你階級鬥爭過分成了 主要的生產率 中國 中國生產率很大 就像朝鮮一樣 現在越南也在進行一段時間 所以呢 我們就是講的是這樣的 我就是一劍三標 第一標 就是《青西洋 關西人物》 叫《四季之無異》 第二標《好氣善善》 第三個《十年松露 百年松露 教育合作》 教育合作選擇哪個點呢 拜登在四川 四川那個美商是最多的地方 那麼 那個 那麼原來 《洛家徽》跑到一個竭力 那個 那個 那個奧運會 那個 奧運會嘛 奧運會的竭力賽 在成都那個賽區 那個竭力的 那個 那個 《洛家徽》在那裡跑了一棒 那麼最近 那個 那個 7月28號 啊 注意一下啊 那個 那個 《世界大球生運會》 又在成都要舉行了 現在正在搞這個竭力 今天是 7月8號 7月8號呢 那麼還有20天 這個開幕 我希望拜登能夠把這個 這個集中式 腦筋急轉了 去參加這個 奧運 這個 這個世界大球生運會 一個是 和世界上 這個未來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世界的主人 和青少年握手 見面 那麼 另外一個 就在那裡呢 你就會碰見 你習近平要巧遇 然後呢 就是安排這個合理 你安排去成都大安會 一定 習近平一定歡迎你 你帶上 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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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里文 都可以去 那麼 大家一談合作 一談 一落實 似乎乎乎乎 我們一交流 開個小會 我怎麼樣的 好戲連結 我怎麼樣 跟台灣 倒數台灣 限制台灣 台灣沒有主權 沒有 那種 那你就好了 那這一切問題就好了 那馬上就 民堪勿散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那個 公民有過後 有彩虹了 那彩虹就出現在 那個拜登的頭上 是吧 你拜登今年八十歲 你八十歲 能做到這個 這叫 公公 幫公委屆 另外還有一個 這半年 你到成都之後 在成都那裡 跟台 四川大學 你的老 這個老 這個老 那個 郭江燕那裡 你建議說 中國 中美聯合大學 你或者叫 拜登聯合大學 都可以 這個你拜登 你在拜登 你在拜登 你如果下了台之後 你不一定 你在美國 不一定能夠 跟你訴歸離 但是 你在中國 可以跟你訴歸離 這樣啊 你拜登 中美聯合大學 那裡為什麼 美國最缺的 是產業公園 製造公園 而在四川 那個 成都平原那裡 是 飛機製造 七輪機製造 空壓機製造 那個 產業 產業 產業群 那是三線建設的重點 你美國有成千上萬年 每年來個十萬二十萬 幾十萬在那裡去上學 到四川去學習 既學習了三國文化 又學習了 又了解 中國的文化 又了解 中國的文化 又建立了社會關係 對美國 未來的發展 未來社會的發展 由百利而無遺憾 培養了未來的美國的 新型名產 新美國人 我覺得 1907年 我跟布什總統 我要培養新美國人 不斷提高自己的 適應這個時代的綜合術 你在四川辦一所大學 就是培養美國人的 適應這個時代發展 適應中國絕情的綜合術 他們 將來他們十年後 二十年後 他們是最了解中國的人 他們到了美國 他最能適應 這個 中國的 中國和美國 這個 這個 共同處理這個事 其實就是 我們叫T2 那麼也叫 我們就從0 從0 從沒有 變成1 就是 就從0 變成1 就是 把一個人 在不了解中國的人 他最把這個 一張空盤 變成了 對中國人非常了解 非常熟悉 那麼就變成了 這個問題就好 合作 0就是 0就是什麼 脫鉤 那麼1就是合作 那麼在0和1之間 有合作有對抗 那麼就叫做 0 0 Action 就是 這個 這個 我們今天 對你們 就把這個 這個 就是 敗其有絕招 妙語聲揮 東山再起 來日可欺 是吧 這個 打破這種 你是你 我是我 中國是中國 美國是你 這個 脫鉤啊 可是 我認為 獵人呢 是一個很有理智的 這麼一個 一個政治家 一個經濟性家 他講得到 脫鉤 不能脫鉤 但是 這個就是 研究 找找 我們應該叫什麼 先做朋友 後做生意 這個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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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呢 靠能力 大成功呢 靠敵人 中美合作呢 就是大成功 做大朋友 就是大成功 我們要的 拜登呢 你在八十歲的時候 我希望你 有個大的 德軍 你 才能有大的 境界 我到美國來 是經過了 三個境界 一個是 獨想到的 第一境界 那個是 2007年 我一個人 在那個 馬來亞人大學 裡 舌在群伏 是吧 我說 一國兩制 和平統 在台灣 不適用 因為台灣 不是香港 那種殖民地 台灣 是個 軍事集團 台灣 是個 軍事集團 是個 政治集團 是個 政治對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團 因為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分裂 因為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分裂 就要把他的 中華民國的 這個 這個 主權給一欄就 拿過去 確實是拿過來的 但是 他們 不服 他 看這不了力 他就跟你在那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在你們 國家認同那個統一之前 統一不了 國民統一不了 你必須要有 你必須要有 一個是 軍事 你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你在水關上 談判裝備 得不到 這個是我 在2007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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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 那個 那個 格蘭伊 格蘭伊就在場 格蘭伊在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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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 全部的國裁辦的 那些 中國國裁辦的人 都在場 那個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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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周 舒淮 還有 郭鎮 都在 所以他們都是給我在那裡 反潮流的一個建議 這個我就不說了 所以我說這個 就和平統一啊 國家進步是三大實踐出爭執 不是你的 不是習近平靠著你的系統化 理論化 空海馬克思列軍主義出來 馬克思列軍主義出來 將來是失敗的部分 蘇聯就是搞了馬克思 搞了這個 這個市場經濟搞了一個 搞了一個計劃經濟 計劃一定是失敗的 我們是有計劃的這個市場經濟 我們都要把它叫做社會主義 這個社會主義的冒陷 我覺得太大了 不適合 叫新民主義冒陷 新民主義是什麼呢 民核主義 民心主義 民力主義 這個呢 我在另外一個題目 再講 新商民主義統一中原 將來的一個統一後的公家 叫做中華新民共和國 這樣比較確切一點 re public law of the 這個參與 這個前面加個新民兩次 對吧 更準確一些 一個叫中華新民國 都有個新民兩次 我們將來搞新民主義 不搞共和國 一萬年也不搞共和國 所以呢 所以說你 我就覺得有點叫 有點 中國國民黨 因為是你中華民國 叫中華國民黨 所以中國共產黨呢 民國如果加在主義 或叫中華人民共和黨 這個地方 或者叫中華新民共和黨 這個就比較 國家和政黨的成績 我再強調一點 人是不可靠的 美國說 美國是 有個 一個土邊這個 總統是不可靠的 你看拜登中國不可靠 對吧 這個 川普總統不可靠 可能任中國不可靠 共產黨這個 毛澤東不可靠 鄧小平也不可靠 習近平也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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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都有缺點 馬克思主義也是有缺點 馬克思主義也是有缺點 正是因為它不是個難民 不是個神明 所以在理論上可以自洽 是可以反正它有缺點 是有問題的 它隨著 它缺發時間性 18401的十幾年 它的社會生產力 那就是它的財花板 我們現在過了200年 200年的社會生產力的結構 社會生產力的形態 完全不一樣 消滅社會制和不消滅社會制 這完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還有那個消滅社會制 才搞那個積極鬥能量 那就把募黨募國募軍募民 所以習近平這個理論是不可靠的 雖然你是黨國民 講的是脫脫道是道 但是是經不住分析的 我對中美關係 跟中國內部的自我革命 因為我實在是 因為我實在是太吐厚了 我在行張小木之前 我認識到這個問題 就張文道西科十一 我提出來 讓後來的人 就重新去分解 去重新去認識 因為我們經過這個階級鬥爭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被 我本來是好好的去這個建設心中 我們是小難民 從台湾這個 二十八世界的 同樣回來 過來 希望能夠為國家做的事 結果我們做的事 做了十年以後 到農曼大革命 到這個什麼 到四清運動 我們成了特務的行儀了 而且成了最大的特務行儀了 因為 確實我們有很多地方都不清 那些地方 在國民黨軍隊裡 做了很多 也學了很多 也找了很多技術 我們也把這些技術拿過來 給中國服務 給建設東北 建設東北的恢復成長 建設三線 後來又搞標準化 這些東西為人民服務了 為中國人民服務了 為中國人民服務了 為中國統一 國家統一服務了 為解放台灣服務了 結果我們 好在我 我父母後來本來想死人 這樣 人生不利路 但他沒死 那這個名字太優雅了 他就考慮 我們做事情 就做一個羅斯丁吧 所以讓我就是 切勿制 叫勿實自重 切勿除政 所以千萬不要去參政 我一看 如果參政 這些黨內都太優雅了 我適應不了 適應不了 適應不了我到這個 不到今天 這個家裡 天能之樂 派的也非常賢慧 這個女兒也非常孝順 而且培養了兩個 這個 一龍一鳳 是吧 美國的集團人 是吧 德國成生命的 現在 那個 都很聰明 那個 大外 現在是國家旗的 這個 網族運動員 同時又在那個 馬里南州的第二大 第二 這個 排名第二的 這個 私立學校 我這個 小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女兒 那生命呢 那麼在 也是排名第二 第二的 那個私立學校 非常聰明 非常有計畫的 小小的人 靈光的很 嗯 因為 從小就 愛做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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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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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資歷 就是 就是 通常你自己的 管理自己的 能力很強 所以 你說 那個 社會的營養 所以 中國呢 想要整個地方 像美國 學習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值得 中國也有很多地方 值得美國 學習 所以呢 霍普 海納百川 有榮乃大 我 我今天 講的 這個 因為 今天我終於 發生了 三個 三個 三個問題 一件 一件 三雕 這個 是說 醫療 四部 鋼 四部 鋼 鋼 鋼 我們就把這個 當作一個鋼 四部鋼 按照這個 美國就按照四部鋼 鋼 要求 台灣 無條件接受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278級 台灣沒有主權 談判的地位 你把這個問題做了 這個事情 公在當代 利在千秋 各自的利在 或者內在當代 公在千秋 你拜登的勇進 就是 什麼 就 將來就像 你把這個 到2004年 你就把這個 全力啊 就像 就像 那個 那個 九九 我省人一樣 你把這個 全力裝得 我不當了 因為你 你把這個 屁股擦乾淨了 你把 四部鋼 這個電機 你電機時 電機在 中美關係 太平洋上 這定海神針啊 四部鋼毅 我們把這個位置 把你 拜登說這個 什麼話 這一個 給你 立的峰盃 叫四部鋼毅 無憶 啊 那麼就好 中美關係 有這個定 壓倉石 四部鋼毅 這個壓倉石 中美關係就穩定了 台灣問題就解放了 啊 中國啊 中國 這麼人人 就是 就是我 你 不管你是 殺兵一個也好 你是黏一個也好 你是黏一個也好 你們就 就在 人民的 人民的 是檢驗 人民的生活時間 是檢驗你 啊 這個人 檢驗你的政策 政黨的政策 政黨是不可靠的 不論是共產黨 國民黨 民進黨 這個都是 都是 都是有 有 就是 都要經過 社會實踐的 人民的社會實踐的 決定 歷史 是公正的 對嗎 這是民主黨的 支持大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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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